在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每年新学院入学都把参观院使馆 作为政治教育的必修课 经过数字化 智慧化打造的院使馆 军事长廊等展示场所 不仅信息数据及时更新 还能让学员有融入感 互动感 学员可以查询电子触屏 TNVR情景还原 在历史与时空的交汇中 了解学院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 收获感动 体悟责任与担当 作为航空工程学院的一名新学员 参观院使馆是我们驻起 军旅生雅思想钢层的第一步 回顾从建院初期的艰难起步 到现在的卓越成就 学院几十年的奋斗始终 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 感受这段功辉历史 给人感动 存人奋进 军事长馆成为链接历史和未来的精神红脉 每届学员毕业时 都会在院使馆组织空工精神代代传仪式 交接荣誉部和对齐延续传统 到基层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成为每名毕业学员的蒸蒸誓言 转眼间毕业已经一百多天了 学院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 在我们每个学员心中 都打下了特殊的印象 让我更加坚定了 到部队基层一线建功立业的志向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 学院及时更新展成 在院使馆临展厅筹办抗美援朝专题展 展现志愿军空军不畏强敌 敢打敢拼的光荣历史 一份份生动的史料 对师生们触动很大 我们系统全面地参观了军事场馆 对空军的战斗史 及武兵的发展史和学院的建设史 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使我更加明确了作为军队文职教员 力得富人 未战于人的时代使命 我要尽快熟悉情况 迅速进入角色 立足本职岗位 为现成基务教学与科研事业 贡献智慧力量 贡献智慧力量